真正的好电影是把整个时代放给你看,不谈论对与错,这一点霸王别姬做到了,一时而终,入梦便是一生,梦醒了,人就走了。 1942年的北平,还在北洋政府的统治之下,成蝶一的母亲燕红,带着她来到了一个戏班子里。 作为一名风尘女子,燕红知道自己的孩子,没有办法在青楼中长大,为了她的以后,就只能将她送到戏班子里去。 可是成蝶一哪里都好,唯独一点不行,她是个天生的六指,这让她没办法吃这口戏班子的饭,毕竟作为当时的下酒流,戏子的地位并不高。 如果因为天生的六指,在台上吓到了客人,那对于整个戏班子来说,都将是灭顶之灾,恰巧门外传来一阵磨剪子,枪彩刀的声音。 燕红拉着蝶一就走了出去,她用蝶一的衣服遮上了蝶一的眼睛,手起刀落。 当蝶一看到自己的手的时候,大声地哭喊起来,可是却被燕红强行带进了蝶班子。 蝶班子的师父也收下了蝶一这个徒弟,趁着流血的手,蝶一被燕红强逼着按下了手印。 可是当蝶一回过头来叫了一声娘的时候,却只看到了门外纷飞的大雪。 就这样,蝶一正式加入了蝶班,可是这里的孩子们都嫌弃蝶一是从青楼中出来了,甚至嘲笑她母亲留给她的衣服。 而蝶一也毫不示弱,众目睽睽之下,就烧掉了母亲留下的衣服。 她恨那个,抛弃了自己的母亲。 而面对大师兄段小楼的示好,蝶一也毫不领情。 第二天,蝶一就被带到了练功房里,开始练功。 艰苦的练习让蝶一的泪水混杂着汗水,一起流了下来。 在这里,她也有了新的名字,小豆子。 而她的大师兄则叫小石头。 看着痛苦的小豆子,小石头趁着自己练功的功夫,故意剃开了一块砖头, 让这个新来的小师弟能够好受一点。 可是自己却被班主责访了一通。 而看到这一幕的小豆子也有些动容。 直到夜深,小石头的惩罚才算结束。 刚进屋的她,就被小豆子用棉被包了起来。 这样小石头也愣了一下。 就这样,小豆子和小石头的故事开始了。 唱戏是个苦功夫,东练三九,下练三伏。 小豆子和自己的师兄弟们也在练功的过程中慢慢长大。 可是俗话说得好, 唱戏这门功夫,男怕夜奔,女怕私凡。 而留给小豆子的,正是私凡。 戏文中的,我本是女娇娥,又不是男儿郎这一句。 小豆子却怎么也说不出口。 她本是男儿郎,又不是女娇娥,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? 在戏班子里,只要戏文唱不对,班主就会狠狠地教育他们。 可是即使把手都打破了,小豆子也没说出, 我本是女娇娥这句戏文。 看着小豆子学黎明的手, 小石头心疼极了。 过两天就要给祖师爷上香了, 你就想你自己是个女的, 可别再背错了。 这天,趁着大家在门口看风筝的时候, 一直想逃走的小赖子, 瞅着机会,带着小豆子就溜了出去。 作为大师兄的小石头, 也没有拦得住他们。 可是到了大街上, 小豆子两人却阴差阳错地来到一处戏园子里, 看着大街上风光无良的角, 两人的眼里满是羡慕, 他们顺着人潮来到了戏台前, 台上正是那出霸王别姬。 看着台下众人的欢呼, 小赖子抹着眼泪说了一句, 他们怎么成角了, 得来多少打呀? 而小豆子也看着戏台上的霸王, 哭了。 他想成为这个戏台上故事里的人, 然后活在里面, 他想成为那个霸王, 于是他重新回到了戏班子里, 而此时的戏班子里, 因为放走了门人的小石头, 正在被班主狠狠地打着, 可是追逃中, 却看到了自己回来的小豆子, 班主一下一下地打在小豆子的身上, 狠毒的程度让其他的师傅看了都不忍心, 而听着小豆子挨打的声音, 小赖子越来越害怕, 虽然在师兄弟面前, 他的嘴上叫嚣着从不怕打, 可是他的内心却一直都是最害怕的, 他把自己留下的糖葫芦, 尽数填到了嘴巴里, 最终他选择了吊死在练功房里, 来结束这一切。 虽然小赖子走了, 可是剩下的人衣就要吃饭, 要生活, 这天班主给大家讲戏, 讲的正是霸王别姬这场戏, 不为别的, 正是因为这正是班主想告诉他们的, 曾经陪着太后老佛爷听过戏的张公公, 要在自己的府上搭台听戏, 而这个活就交给了纳昆纳耶, 在戏班子里, 纳耶在巡视的时候, 看到了正在练功的小豆子, 看着模样身段都不错的小豆子, 纳耶点名要他来断, 思凡婷婷婷, 可是这一下却惊了整个戏班的人, 大家都知道, 小豆子的思凡有问题, 小石头见状, 拿起班主的烟袋杆子, 就逼着小豆子塞进了嘴里搅动起来, 直到小豆子的嘴角流出鲜血, 才罢休, 从这一刻开始, 小豆子重新认知了自己的性别, 其他人唱戏只是唱戏, 可是小豆子唱戏, 却一直带入的是自己, 伴随着我本是女娇娥, 又不是男儿郎的戏文, 从他的口中说出, 他开始彻底把自己认知成为了女人, 而在张公公家里搭台唱戏的活, 也落在了他们戏班的头上, 就在张公公的寿宴上, 台上这个男跟女像的鱼姬, 让张公公欣喜无比, 在唱完了戏零赏的时候, 孙班主极力想要保护这个孩子, 可是耐不住张公公的位高权重, 只能任由他们带走了小豆子, 当小豆子走出张公公的府邸时, 一脸的失魂落魄, 就在回戏班族的路上, 小豆子发现了一个被人遗弃的婴儿, 他不顾师父的劝阻, 将这个婴儿带了回去, 可是这却注定是一个龙夫与蛇的故事, 当小豆子成蝶衣和小石头段小楼都长大之后, 他们果不其然地成为了风光一时无良的卷, 就连那爷都成为了他们的跟班, 就连泥园中的霸主的袁四爷, 都专程来捧场看他们演出, 可是段小楼却对于这个没落的贵族不屑一顾, 此时的段小楼已然是有了霸王的傲气, 就在充满了阴云氛围的荒满楼之中, 段小楼乡中了这里的头牌菊仙姑娘, 而菊仙也是有些喜欢上了这个戏台上霸气外露的霸王了, 他为自己赎了身, 专程找到了戏院中的段小楼, 而段小楼也没有让他失望, 就这样定了亲, 可是这事却落在了成蝶衣的眼中, 在他的心中, 他一直以为自己才是段小楼的伴侣, 就像戏里的鱼姬和霸王一样, 突然杀出来的菊仙免不了让他有些吃味, 虽然晚上袁四爷点名要栽培他们两人, 可是在段小楼给程姐一落下一句, 我是假吧, 你是针鱼鸡, 让他栽培你一个人去吧, 师哥, 师哥, 之后就带着狱仙离开了, 最终只有程蝶衣一个人负了袁四爷的约, 可是在袁四爷的府上, 程蝶衣看到了那把曾经让段小楼欢喜不已的宝剑, 为了这柄剑, 蝶衣和袁四爷一起创立一段霸王别姬, 换回了这把剑, 可是当他捧回这把剑的时候, 最眼朦胧的段小楼却早已经忘记了这把剑, 看着已经忘记了誓约的段小楼, 程蝶衣只是丢下了一句, 而这天晚上, 日本的军队开进了北京城, 台上的程蝶衣唱着一出贵妃醉酒, 台下看戏的却是日本的军官, 虽然一阵又一阵的混乱, 可是程蝶衣却依旧唱着自己的戏文,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, 优秀的表演让日本的军官都为之动容, 可是后台的段小楼却惹怒了日本人, 被抓了去, 日本人也给程蝶衣带来了一封信, 想要救段小楼就去参加他们的堂会, 程蝶衣也急忙开始准备, 就准备去赴宴, 可是这个时候, 菊仙却火急火燎地跑来, 让他赶紧去救段小楼, 这下菊仙倒也不着急了, 直到菊仙保证, 只要蝶衣可以救出段小楼, 自己就回花满楼, 离他们远远的, 程蝶衣这才动身, 靠着自己的功夫, 蝶衣终究是救出了段小楼, 可是段小楼却不领这个情, 催了蝶衣一口, 头也不回地就走了, 或许是他自己的假骨气在作祟, 他恨自己居然被一个蝶子救了, 又或许是他根本不齿蝶衣, 这样为日本人唱戏的行为, 终于段小楼还是迎去了菊仙, 而菊仙也没有遵守承诺, 离开段小楼, 程蝶衣则在袁四爷的府上买醉, 程蝶衣吸上了大烟, 段小楼也在菊仙的怂恿之下, 不再唱戏, 可是不唱戏的他, 还能干什么呢? 在师父的召见下, 程蝶衣和段小楼两人, 重新在西班子里相会, 可是看着已经是七尺男儿的段小楼, 依旧像一个小孩子一样, 趴在凳子上打屁股, 赶来的局限坐不住了, 他想袒护段小楼, 可是当他出言对程蝶衣不利的时候, 段小楼却一巴掌, 打在了他的脸上, 这对师兄弟在师父的度处下, 也重新挨在一起, 可是师父终于也没能等到, 段小楼孩子的满月酒就去世了, 喝班就这么散了, 可是院子中间还跪着一个孩子, 正是当年程蝶衣捡回来的那个孩子, 小四。 1945年治本兵败, 程蝶衣也收养了小四, 这次台上的程蝶衣依旧在唱戏, 曲目依旧是霸王别姬, 可是, 这次台下坐的确实一帮兵匹无赖, 受电筒晃的蝶衣唱不下去, 可是出来旧场的段小楼, 却被兵匹团团围住, 已经快要生产的局限, 也在混乱中被打中肚子, 可是还没等将局限送到了医院, 就连程蝶衣也被抓走了, 孩子没保住, 师弟也被抓走了, 此刻之后, 再无霸王。 最终程蝶衣没有被任何人救走, 救他的, 只是他自己的本事, 无罪释放的他, 成为了国军军官的座上宾, 而唱的正是那出, 在日本人的堂会上唱的, 牡丹亭, 而那柄宝剑几经辗转, 还是由成蝶衣送给了段小楼, 而国民党的军队, 也在这一年撤出了大路, 1949年, 解放军进驻北平, 台上的依旧是成蝶衣和段小楼两位, 可是即使是他们唱错了, 可是台下的解放军, 却也毫不在乎, 为了保住自己的嗓子, 成蝶衣开始戒除自己的大烟瘾, 可是此时北平离园的霸主袁四爷, 却也开始了被批斗的命运, 最终成蝶衣的大烟戒掉了, 北平也解放了, 可是戏源自即将开场的时候, 大家却在戏文上有了不同的意见, 成蝶衣依旧想保留过去的戏文, 可是自己的徒弟小四却大头反对, 他一早就看自己的这位师傅不顺眼了, 在他看来, 成蝶衣只不过是想要找一个小跟班而已, 在他们之间是两个时代的思想碰撞, 果然小四用自己的手段, 窜取了成蝶衣的位置, 和段小楼唱起了霸王别姬, 而成蝶衣只能在幕后, 看着台上表演的两人, 他丢下自己的戏服, 离开了, 就这样, 成蝶衣在怀中捂活的小蛇, 狠狠地咬了他一口, 段小楼戴上了革命的帽子, 继续唱戏, 而成蝶衣却将自己所有的戏服, 全都复制一具, 从此换上了新时代的衣服, 1966年, 一个特殊的时期来到了, 所有的旧时代的东西, 要被彻底摒弃, 跟旧时代有关的人, 也将拉到了街头, 开始了批斗, 可是段小楼即使已经, 把家里跟四旧有关的东西, 都已经烧掉了, 可是他留下的那把, 成蝶衣送给他的剑, 却让有心人做出了文章, 他被当作金居恶霸, 压到街上游戏, 成蝶衣也受到了一样的待遇, 终于在这样的高压之下, 这位曾经的霸王屈服了, 他向红卫兵批斗起了, 自己的师弟成蝶衣, 这一幕就连菊仙都看不下去了, 在烈火中抢出了那把, 成蝶衣三番五次, 送给段小楼的宝监, 就像成蝶衣说的, 那是楚霸王都跪下来求饶了, 那是惊喜的能不忘吗, 能不忘吗, 报应, 当楚霸王跪地求饶的那一刻, 不管是菊仙还是鱼姬, 都彻底死心了, 在将宝剑还给了成蝶衣之后, 菊仙身着一袭红衣, 炫亮自尽, 而成蝶衣的徒弟小四, 在为霸占了成蝶衣的位置, 而沾沾自喜的时候, 也被红卫兵所发现, 蛇就是蛇, 无论如何也成不了一条真正的龙, 就在十一年之后, 段小楼和成蝶衣, 再次来到戏院中走台的, 段小楼异曲思凡, 让入戏了几十年的成蝶衣, 出了戏, 而成蝶衣, 也在和段小楼的一场, 霸王别姬之中, 拔剑出了霸王腰间的宝剑, 自闻而死, 如同戏文中的鱼鸡, 一模一样,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, 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霸王别姬, 有的人在里面看到了历史风云, 有的人看到了细枝情种, 有的人看到了人心冷暖, 而这也恰恰说明了, 这是一部好的作品, 长度长新, 经得起时间的拒绝, 在成蝶衣的眼中, 政治立场, 人情世故, 国家兴亡, 他都并不关心, 或者说不想关心, 这一切都是源于他对现实世界的恐惧, 就像他儿时想要一头扎在戏台上的世界一样, 而这也正是蝶衣对原四爷和青木, 这种懂精细的人情爱有加, 他只是在他们身上寻找一种理解与安慰罢了, 可是在时代洪流之下, 霸王和鱼鸡都顺目有己, 可不同的是, 宁死不详的霸王, 抵下了高贵的头颅, 而蝶衣却烧掉了自己的理想国, 而成蝶衣的控诉, 则更像是一面镜子, 映照着这个时代的可怕, 鱼鸡不在霸王非真, 一场大梦初醒, 荒唐了一生, 我们下期再见